WRO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高频选拔赛 29号在高雄市中正高宫登场 共有102支队伍参赛 其中以机器人足球积分赛最有看头 迷你足球场上同时有4个机器人健身攻防 紧张程度不输真人比赛 简单来自高雄现场的采访报道 机器人足球赛 戏剧电队前方球员倒退推球 球碰撞门珠后转身正面顶球得分 与中方固有攻防瓶斗激烈 争取晋级全国总决赛 这个是盘球的嘛 然后到最后他找到球门他就会反转 球就会踢出去 攻击的策略找球速度要很快 然后抓到球要找球门要准确 然后又转的时候不会掉球 因为已经赢三场了 就想说最后一场可不可以赢 这样就可以晋级全国赛了 主办单位郑成阳说 机器人足球赛是智慧型竞赛 上下半场各五分钟 攻守策略是胜负关键 攻击方的机器人第一件事情要去找到球 找到球之后透过电子螺盘找到球门 找到球门之后就要因应不同的场地 跟不同的选手去进行射门的动作 那守门员必须要在自己球门的位置 不断的去看球有没有过来 晋级固然可喜可贺 总终吸取经验和认识志同道合的同好 更让参赛者不需此行 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 就是一样兴趣的人 也可以互相交流自己的技术这样 12年国教即将上路 家长为了在分发笔序上加分 为小孩报名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的人数 将可能越来越多 新唐亚太电视林宏观夜大围 台湾高雄报道